大家晚上好呀 今天晚上我就想和大家聊聊天 然后吃点炸鸡 然后这是我在肯德基里面买的五个鸡块 这个是两份肉汤汁 一份玉米棒 其实我买了两份 然后他少给我了一份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晚餐 我准备就这么吃一下 可乐这么能少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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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看那个《金婚》呢,就像文丽和张国丽演的 因为自从我到了英国之后吧,我就特别怀念过那些烟火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正好看到了第29集,就是讲李天娇和同志的一些故事 怎么说呢?这就是生活 我当时来英国的时候,也不知道英国是什么一个情况吧? 回来的时候是2015年 没有想到现在我这么怀念国内的一些烟火器和人跟人之间的一些人情事故啊 还有一些朋友之间的一些友谊什么的 因为你到英国来之后,你会发现 人跟人之间的模式跟相处的一个节奏是不一样的 但,I'm fine with that 就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国内的一个大环境下长大的 所以就比较怀念没有什么其他 但是,我选择一下你们的养脸 不,我们也会讲解一下 例如我an,你会讲解一大 但是,我先看一看 我大概知道是个国内的讲究 吃铁草 我没想到内衣 我有个小的糕 这些套地帚 就是把他做众培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冲突 我当时记得我跟一个缅甸的小姑娘住在一起 还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小姑娘 还有一个印度的小姑娘 白人 欧洲人 那是真的是 她们天天吵 我并没有说她们是不好的人 就真的是生活习惯上的不一样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搬出来了 那个时候我就想找室友一起住吧 结果一下子她找不到 后来找到了一位就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女生 她是马来西亚原住民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人真的是特别热情 特别友善 然后特别开朗的一个女孩子 那个时候 2017年的时候吧 她是34岁左右 她那个时候读Master 我那个时候开始读博士 我那个时候开始读博士 然后吧 我真的想不到到最后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第一点 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她很少去上课 她的一些作业嘛 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的 是互相帮助做的呢 还是去外面花钱买assignment 花钱买 具体的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问 但是我确定她都不太去上课的 她带了一帮子朋友 就住在客厅里面 就是她自己的卧室 她自己睡嘛 但是 她还带了很多男生跟女生 然后竟然就直接住在客厅里面了 我当时心里就觉得 咯噔一下 我就觉得 客厅其实也有我的份 你知道吗 因为我花钱去租了这个房子 到最后基本上就是我不能够去客厅 就变成了他们的 我室 就是你去客厅 这味道就特别难闻 后来她的一位男性朋友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嘛 然后她就说 下个月就要走怎么样的 我当时就没有 说什么 就说好啊 好 最奇葩的来了 她的一位女性朋友 每天晚上 用不一样的男生出去 我以为就是乱性啊什么的 没有那么简单 后来我发现这个女的是 真的是porn star 然后就跟我一起住的那个 马来西亚的女生嘛 她是介绍她的朋友 在英国来卖身的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我知道这个事实之后 我当时还不太相信 我是经过多方考证 后来从各种人的嘴里 就知道了 就是跟我一起租房子的女生 怀孕怀了六次 打胎打了七次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样 去算这个数字 反正我就听到别人 就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后来第二年 第二年我就觉得 要搬出来了 我记得我读master的时候 半戏里面一个中国人都没有 我当时觉得还好啊 中国人没有就没有吧 就靠自己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 皮肤特别好 有人一起跟你做一个小组作业啊 有人愿意就非常诚客的 一起去完成一项任务 真的方便很多 就一个人真的有点难 不过我也挺过来了 你起来 你怎么一股酒味啊 你有喝酒是吧 喝大庄去吧 这是我第一天的晚餐 我想吃饺子 还有榴莲 大家好 今天是第二天 那今天我准备吃水碱 然后放一点羊肉卷 这就是我第三天的晚餐 我买了六块笋指原味鸡 两个玉米棒 一小盒肉汁 这是我第四天的晚餐 我真的很懒得去做饭啦 所以 第五天 它是一只榴莲 然后还有一些零食 我吃的真的很不健康 大家不要学我 然后这是第六天的 然后我在韩国餐厅 点了一点外卖 最后一天呢 我在中餐里面 点了烤鸭和鱼头汤 点烤鸭和鸡朵 点烤鸭 明显 点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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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烤鸭